俄羅斯又在烏克蘭戰場投下新武器 炸彈落地 地面立刻掀起巨大焉塵 俄羅斯消息人士在Telegram上發布這段影片 聲稱這枚重達三噸的FAB-3000重型炸彈 就降落在哈爾科夫東北部的住宅區附近 FAB-3000又被稱為高爆航空炸彈 由俄羅斯軍事部落客說 這款炸彈爆炸範圍接近900公尺 碎片殘骸甚至可以噴到1200公尺外 造成廣泛破壞 面對俄軍投入新武器 烏克蘭依舊只能用無人機撞擊俄羅斯坦克 發動自殺式攻擊 俄羅斯宣稱他們在一天內 打下超過80架烏克蘭無人機 還有6艘無人艇 可以看出烏克蘭的無人機攻勢有多密集 直在前線不少烏軍只能回收俄軍留下的武器 甚至還得改造生鏽的T-62坦克 烏軍說改裝過的T-62號稱骨艙坦克 但用起來卻不怎麼有信心 他們還是期待美國新的軍員可以趕快到來 還好美國政策轉變將優先提供愛國者飛彈給烏克蘭提升他們的防空能力 只是當西方盟友準備再度加強軍援力道時 準備國會大選的英國卻出現這樣的聲音 曾經主張脫歐的英國改革黨領袖法拉奇 認為烏克蘭被入侵是西方國家惹的禍 這番言論也在英國掀起討論 T-62新聞綜合不老 濃濃黑煙不斷向上竄 火勢猛烈 俄羅斯多地都有另有場燃起熊熊大火 從黑夜燒到白天 這可說是烏克蘭最新一波攻擊成果 俄羅斯聲稱擊落了烏克蘭18架的無人機以及6艘的無人船艇 而烏克蘭這一波攻擊都瞄準俄羅斯的油廠和電廠 俄羅斯則在前線報復 以自走炮加大火力 烏克蘭哈爾科夫外圍仍有激烈交火 當地一間家具大賣場就被三枚炮彈擊中 整座賣場都已經燒到焦黑 這讓烏克蘭更加大呼籲要有更多武器保護領空 像是美國的愛國者飛彈現在就獲得白宮保證 所有美制愛國者飛彈會優先提供給烏克蘭 羅馬尼亞也加碼會援助烏克蘭一套愛國者系統 不過白宮也保證這項安排不會排擠到台灣的需求 眼看烏克蘭的武器需求陸續到位 俄羅斯總統普欣與北韓簽署的全面戰略夥伴協議 等同是為了確保日後彈藥供應無餘 還和北韓互相承諾 只要有任一方遭到侵略都會援助 這讓南韓是非常不滿 南韓隨即就宣布重新考慮直接軍援烏克蘭致命性武器 這讓普欣也撂下狠話 事實上儘管南韓法律禁止對衝突中的國家提供武器 但是在去年4月南韓總統尹錫悦出訪美國前夕 就曾經向媒體暗示過考慮直接軍援烏克蘭 而且在去年4月12號南韓及美國媒體都曾報導 南韓與美國已經達成協議 要出建美方50萬發155公里口徑的炮彈 使得美國在提供烏克蘭彈藥上有更多彈性 而且南韓力拼國防輸出 丹麥 挪威 波蘭等北約成員國 都是南韓軍武的大買家 如今俄羅斯與北韓關係升級 南韓更是氣到召見俄羅斯駐南韓大使 只是普京這趟亞洲行就是要拉攏盟友與歐美對抗 批評北約首已經伸向亞洲威脅到俄羅斯 美國也沒在客氣 派出了AC-130J炮艇機與南韓空軍F-16實彈演練 向地面目標發射GPU-12雷射導引炸彈 還有AGM-114空對地飛彈互不退讓 俄羅斯則持續以各種名目抓捕在俄羅斯的美國人 一名美國與俄羅斯雙重國籍的芭蕾舞者克辛亞就被控犯下判國罪 只是因為向援助烏克蘭的機構捐款了51.8美元 就被俄羅斯逮捕 還可能被重判20年 另外還有華爾街日報的記者格什科維奇 也被俄羅斯指控犯下間諜罪 現在這兩個人都已經成了美俄斗法之下的談判籌碼 TVBS新聞綜合報導 烏軍用第一人稱視角拍攝衝進烏東查西富雅爾突襲 在這座城市裡隨地都能發現俄軍埋下的地雷 而且不管從地面或是空中俯瞰 查西富雅爾的建築都被炸得前窗白孔 現場還能看到火光竄出 儘管如此在西方的軍員陸續送抵前線後 烏軍在戰場上逐步站穩腳步 Keev says that U.S. support is now coming through and that they are gaining the upper hand in key battles 俄軍坦克在空曠草原上被飛彈炸成一團火球 烏克蘭第93機械化率的無人機 更直接在空中衝撞俄羅斯流液刀自殺無人機 除了有西方武器助攻之外 烏克蘭軍火商也在積極生產自己的武器 真的是一場災難 住在俄國西部城市的居民沿著牧原走 放眼望去一整排都是在沙場上陣亡的官兵墓碑 有的插傷俄國國旗 有的甚至插著瓦格納旗幟 俄羅斯部隊近日在戰場上吃別 只好繼續將炮口對向烏克蘭的關鍵民間設施 烏克蘭的能源設施慘遭俄軍猛力轟炸 淪為第二條戰線 逼得烏克蘭不得不實施輪流停電 烏克蘭最大私人電力公司DTEC表示 俄軍摧毀烏克蘭四成的發電能力 現在是夏天還好 不過也要搶在下一個冬天來臨前 積極搶修 只是要搶修沒那麼容易 他們現在得從歐洲廢棄的發電廠引進零組件 或是建造更多較小型的發電機來分散風險 雖然西方提供的防空系統 空中保護力越來越強 但基輔居民說來的速度不夠快 他們已經準備好在冬天來臨前搬離基輔 我們只有一間公司在這裡 我們明白這裡會很冷 至於正在越南訪問的俄羅斯總統普欣 則是宣布俄羅斯企業將投資越南的 異化天然氣能源 與此同時俄羅斯海軍太平洋艦隊正在日本海 在二貨刺客海進行為期十天的反潛作戰 聯合飛彈打擊演練 俄國這次派出40艘艦艇 20架飛機直升機 包含轟鳴機護衛艦 一二三十八反潛機 圖一四人遠程反潛機等 在太平洋大秀海軍實力 TP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